公共服務是一個整體 部門之間必須互相合作 充分的溝通協同 以及更有效地運用資源 這樣才可以為市民提供各式各樣的創新服務 市民容易將他們的聲音表達出來 作為公務員 我們如何將這些聲音處理 我們選擇與市民合作 作為一個合夥人的關係 只要在市民的角度出發 都會發現到提升服務的空間 我們一定會去做 還會做到最好 在這二十年裡 香港的確有很大的轉變 而我們的服務範圍也越來越廣泛 但是幸福是不變的 我們會繼續努力 管著點滴衛民的精神 為市民提供優質的服務 一個成功的公共設施 就好像隱藏在城市的建築之中 和周邊的環境融為一體 我們一定要離開寫字樓 走入群眾 走入市民 去明白 聆聽他們的需要 當對方知道我們的誠意之後 他們就會給我們信任 樂意和我們一起去做 世界上大部份的監獄管理部門 都比較集中在機管和更新工作 比較少好像香港懲教署一樣 主動走前幾步 透過社區教育幫助社會減少罪愛 我的工作會好像種下一粒種子一樣 希望將來遇到一些兩難抉擇的時候 他會想起今天的經驗 而選擇一條正確的道路 晚上很多青少年聚集 流言在街上很容易學壞 所以我做了警察義工 我們是有擔心的 因為時下青少年對權威 都會有些抗拒 但事實證明 通過動物和我們用心 跟我們溝通的話 他們是接受了我們的 以前這些深小的青少年 見到我們警務人員就會掉頭走 現在不單止成為朋友 更加成為夥伴 一起宣揚我活動物的信息 令我見證到生命影響生命的感染力 每次出勤都是日以繼夜的工作 需要爭分奪秒 因為我們希望可以在盡快的時間 幫助有需要的香港居民 我記得那天我收到我上司的電話 通知我泰國曼谷四面佛那邊發生爆炸 我趕回辦公室 然後就飛去泰國 我很感激我的家人 當時我小朋友只有幾個月大 我家人跟我說 你放心出去工作吧 雖然很不捨得離開我的家人 但這個的確是我的職責 香港人口囚物對火化服務的需求很大 我們要不斷思考 提升現有設施的可使用技術 從而縮短市民輪候火藏服務所需要的時間 我很尊重這份工作 我們用尊敬的心去做 令私人得到安息 家屬得到安慰 跨境一所計劃 會用到手持閱讀器 和實時監察系統 計劃將香港的科研創意產業 融入了香港的經濟和貿易領域之中 繼續為物流業帶來更多通關便利 隨著科技的日新願意 近年有些新的科技可以幫助我們增產錄器 產錄的技術是第一次引入香港 我們也面對不少挑戰 傳來我們的同事通力合作 將問題一一解決 我們都非常重視水質 唯一確保新系統下水質達到標準 我們和水質科學部的同事 詳細地檢視了每一個流程 香港大型建築工程 採取了很多生命的轉滑技術 消防員要準備進入前所未有 這麼深、這麼複雜的空間 去進行拯救 拯救生命是我們的職責 沒有工具我們便去搜羅 去研究 沒有方法我們一起去找拯救方法 上下一心去解決問題 在每一個新鐵路站啟用之前 都需要我們做很多的檢測 而驗收的程序又一環扣一環 每一次都同時間競賽 希望既不影響市民 又可以趕及如期通車 我們會和各個不同的部門 定期進行一些演習 當有事發生的時候 我們可以快速地應變 香港的鐵路不斷發展 我們都會繼續在安全方面 為市民打好關 游街實現廣東話 游街12號年青藝術家的夢想 就可以在這裡實現 透過藝術章 大家不同的背景、經驗、知識 技能、互相加援 在不同的社會議題上 大家去凝聚一些解決的方法 相比20年前 我們現在收的數據量是多了很多 所以我們就自行發展了一套系統 可以將我們同事的智慧 經驗和研發的結果 保留下來 令到我們的知識 可以成全下去 我們很多時候都是處理廢物設施 市民不是特別很歡迎 將困難當作一個挑戰 當你解決了一個問題 很有滿足感 我是很驕傲我的伙計 是可以完全做到這個要求 始終我一天都會離開這個團隊 我希望將我的經驗、知識 無私告訴我 繼任人聽 為市民提供一個最好的環保設施 我記得在回國的時候 我在敏感度邊境可岸工作 很開心看到部門 不斷採用新的科技 為市民提供高效率和專業的服務 在這二十年的警務生涯裏面 我都堅守本分 服務社會上有需要的人士 看作更加美好的香港 大家的心都是很一致 去服務社會 將最好的東西給到市民 心連心才可以 將我們的工作的成果 可以達到最好 見到市民開心 為這個社會 帶來很多正能帶 我們都覺得辛苦的工作 都是值得的 在公務員的生涯裏面 盡量作出貢獻 完全無愧於心